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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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新竹最后一天 還在下雨 早安 起來啦 要去太南了 要去太南了 早安 我們趕快刷牙了 我們要離開了 你都換好了嗎 我剩你弄頭髮 全部收得差不多了 好得意 我們先把這個重拆掉幫忙拆 快點 你們的年費要怎麼收 怎樣 要下雨了啦 今天下雨 趕快趕快 你們兩個要不要去刷牙齊點 對 好別人開開箱我們開關箱 我們等一下要搬走了 開關箱 開關箱 我們先從玄光開始關箱 我們這邊住了三年 我們做什麼 我們玄光大概就是 這樣一個大小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我覺得是缺點 就是 當時設計師說 就是這個這樣斜切腳 很方便就是小朋友不會 比如說他們開的時候 嗯 斜切腳這樣 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我不要把手 因為我怕小朋友就是會撞到你 或什麼的 然後所以他就建議我有這種斜切腳 可是這斜切腳真的超級小 就是你看 就是他 因為他很緩衝 所以他要很用力 然後 夏天的話手濕濕的還好 冬天的話真的扳不開開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像這種 鞋櫃 然後他的斜切腳在上面 他們小矮子基本上是 無法開 拿不到 因為他們手伸不到這邊 所以他們就會一直這樣 摳著 摳著 所以這個有小朋友的家庭 可能要思考一下 就是小朋友開不開得到鞋櫃 或者是櫃的的問題 然後我們家是這樣子做 這基本的 基本的 然後這裡有個檯面可以放那些什麼鑰匙啊 或者是一些人 出門會用到的東西 然後下面有一個地方是可以放 就是比如說像拖鞋 我覺得這也是超方便的 燈 而且我們家沒有做燈條啦 因為我覺得不太需要 它就是一個氣氛的東西 它不太需要 然後呢 還有我們玄關還有一個就是洞洞板 這個我真的覺得超好用 因為如果你小戶數 你可能沒有地方什麼掛外套 或包包 那種烏衣櫃的話 這個就超適合 你說掛他們的放學書包外套什麼的 然後我們家這邊做那個 還不是穿衣 就是出門的鏡子 是為了要擋這個 電箱 基本大家都會做一個擋 不是基本 大家會擋 都會擋啊 只是不知道用什麼擋而已 但我們那時候就是做了一個 這樣子的設計 我覺得蠻好的 活動式的 然後又可以擋得很無形 那你這邊還有哪一個地方覺得 還有 還有這個 藍硬燈 這個藍硬燈就是 你走進來 可能已經先是踢好它才亮 它才亮 然後你就會 喔 亮了 後來我們就沒有開 後來三年沒開它 大概真的都沒開它 因為我覺得不太必要 不然你現在走看它會不會亮 看它會不會亮 看它會不會暗 你看 真的 我幫它 如果你是通道的話 可能OK 可是如果你是在這邊 一直走的話 它會絕對沒什麼用 那我要補充一個 就是你看我們這個玄關 是很大的對不對 可是我們這個 一個鞋櫃的大小 就是一個門板 就這麼大 然後假如說 有兩個人在一邊穿鞋子的話 大家就一直這樣子 一直寫過 寫過 所以 用拉的嗎 還看一小時 用拉門 可能 如果好 做推拉的會好一點嗎 我也不知道咧 反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 小戶數會有 這種 這種狀況 會不會門板打到 可以考慮 再來進來 就是鞋櫃跟手拉櫃 進來這邊就是我們的鞋櫃 然後因為我們家是四個人 然後前面這邊會放長穿的鞋子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感應燈又亮了 然後前面是放 長穿的鞋子 然後這邊就是放 可能換季 都沒穿過 沒有啦 可能換季冬天的時候 就夏天會腳踢放 然後四個人的話 我是建議 一定要放鞋子 整個座到底 因為 雖然我們家大概放到可能八分買 你們要買過啊 對我們是沒有買過 但是我還是覺得鞋櫃有它的必要是 然後 再來旁邊就是 基本收納做生 做好做滿 對 這邊的收納櫃 我們原本是就是 預計要放烏衣櫃 可是 後來 後來 因為我們 我們家房子就這麼大嘛 就是 張衣服我們有時候 就是直接拿到 就是房間裡面去 或是直接拿去洗 然後 這裡 我們是放 吸塵器 然後大家可以在就是 裡面做這個 插座 插座 對 然後還有它旁邊還有那個洞 可是這也沒用到 就是 我們這兩 左右邊兩個櫃子都是一樣深 然後 如果你有做這個插座的話 你就可以在裡面放 比如說像吸塵器啊 洗地機啊 或者是 有的人會放什麼 保險 保險櫃之類的 就是 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這裡是 那個洞是通的 後來 後來我們只有放 吸塵器 只有放一個吸塵器而已 對 然後這邊就是基本的 六十標準 對 然後後來 我覺得有的人會說 這麼深的櫃子 就是不好用 可是這麼深的櫃子 我超喜歡的 因為 小朋友蠻多東西都是不規則 又真的超大的 手毛毛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 冬天收納 那個什麼 電風扇 你就需要這種 超大的空間 所以我會 我覺得必要 你就要買那種 很長的那種 很長的那種 然後有什麼 脫 脫藍就可以了 一直都可以拆啊 可以自己 擺高低這樣 我們現在是這樣 一櫃一櫃一櫃 這樣子抽拉的 有這種 就是很大的面牆 然後你可以安裝 像這種 吊化鬼 吊化了 還有鬼道燈 然後 這個就可以自己換 自己換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 用比較封大 它會這樣子移動 然後它就會 有點摩擦到牆壁 就是這個金屬 對對對 就是金屬 我上次有貼一個什麼 但是還是沒什麼用 雖然它會被畫遮住啦 可是如果你要畫 想要換高低的話 這個就會露出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然後這邊是廚房 廚房就是這樣超小 這個 大小就是 105公分我量過 它就是 雖然它很小 但很方便我就是 這樣左右移動 然後它有一個 優點 就是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做一個這樣子 槽內的一個凹槽 然後我們的杯子平常 就是放在這邊 然後有一些小盒收納 然後這邊的話 我就會放 調味料 什麼鹽巴 胡椒粉 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煮飯的時候 就是這裡 然後突然過來自己 拿一個東西 然後再放回去 就是非常的順手 而且外面看不到喔 很亂的東西 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呢 看一下 還有什麼可以講 這都原本附的嗎 這個是原建商附的 我原本也覺得 轟碗機可能蠻廢的 可是因為我們家 碗盤不多 所以它就當我們的置物價 還蠻好用的耶其實 但是還是要買 我覺得還是要 以後要買大一點 就什麼垃圾 全部塞進去轟對不對 為什麼要 懶得放啊 懶得收啊 懶得排排好啊 直接可以拼進去 然後我這邊是做 因為那時候我住進來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自己有什麼電器了 就從舊家搬過來 所以我知道我會有兩個 會有蒸氣的 因為這個是壓力鍋 我就是煮湯跟燉東西 比較久用的 然後這個是飯鍋 那他們兩個都會有蒸氣 所以那時候 有貼這個 有一個這個叫什麼 波板嗎 烤漆玻璃喔 烤漆玻璃 這樣子的話它蒸氣 就不會享有這裡的 梦板 系統櫃 然後這裡因為它是這樣 所以它是做抽拉的 我沒有做那種電器櫃 會吸蒸氣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也很好用 是節省經費的一個辦法 然後 他們下面就各自有各自的 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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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建商有給這種 就是超小的 就是大概15公分窄的 這種 然後又很深 後來也是買那種 很市場的那種 你有什麼 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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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進去 還是可以使用到 然後 還有什麼 喔這個 這個超屁它原本是 它上面有一個 你知道嗎 就是凹槽的那種板子 就是放餐具什麼之類的 可是 因為我們餐具都放在烘碗機裡面 就是放嘛 嗯 那這一塊我就覺得 我不想要那塊東西就把它丟掉 然後這一塊我就全部放小物 比如說像什麼 呃 烘焙紙啊 然後什麼 點點的襯啊 或者是 一些調味料 一罐一罐 我就全部放在這邊 然後也很順手耶 因為你看我這樣 然後 拉出來 撒個胡椒粉 然後再放回去 這個 大家可以利用 我覺得這裡有個秋梯也是不錯耶 再來要介紹這個 水槽了嗎 這個水槽喔 這個水槽喔 這個水槽的 而且以後就要超生就對了 開始了嗎 開始了 水槽第一個重點就是它要超爆大 超爆生 才好用 就跟浴缸一樣 因為你要洗鍋子 嗯 你要你知道 噴來噴去 就是這樣 放下去然後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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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有時候 煮完的 什麼東西你會有一些 小鍋子 你就要先把它推到旁邊 這樣你才可以繼續洗鍋 所以一定要炸 然後 這個 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繩縮 繩縮 繩縮的龍頭 拜託一定要買繩縮的龍頭 這樣 這樣 清到旁邊 這樣再方便 小孩子才不會在那邊 少不夠 拉下來這樣 然後我一定要講一下這個真的很好用 這是毅力加粗的 我可以去講嗎 可以啊 這是毅力加粗的 它沒有給我錢 但真的很好用 它 怎樣好用在哪裡 不是一般貼自己 一般3M的不是也是這樣嗎 可是它不會掉 真的嗎 都沒掉 都沒掉耶 真的真的很 壓力測試過 你可以掉兩條 或者是你有時候要前面掛什麼 什麼東西 對啊 這也是毅力加的 你可以自己再增加一些S型掛櫃 我那時候都掛滿滿的 然後這真的很耐重耶 而且 都沒有春秀耶 剩下櫃子吧 這樣應該沒什麼特別耶 我覺得 需要最多收納的地方 就是廚房 廚房一定要做收納 不然的話 很慘 對啊 我也不知道 我這邊居然可以收九箱十箱 所以我來嚇死他 好 下一間 這是我們家最低的 那個 電源的按鈕 真的 讓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大家可以考慮再高一點 就是 在小朋友還沒辦法控制自己 很想按的那個 那個 要怎麼講 小朋友就想按啊 小朋友覺得很煎 比較乖 我們家的餐桌燈就是這樣 一直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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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射高一點 可是他智商也高一點的時候 比較好 然後這一區 現在被箱子栽滿了 但是這一區是我們原本 這邊其實有預留一些 紙插座 這邊是本來要放書桌的 但是小朋友都還沒有長到 要用書桌的時候 我們就搬走了 然後我們畫面時間是 做了書櫃 下面我們放下面 因為小朋友 然後我想要他們比較小就開始接觸書 所以 有一些人會 這個 蓋起來的門板在下面 然後這種書櫃在上面 怕小朋友弄亂書 但是 我是設計在下面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他們也會自己來拿書 然後 上面的話 我們這一整排 就是滿滿的 全部都是櫃子 非常的需要啊 小房子 這個是 反正全部都一樣 都做到頂 沒錯 對 大家不要以為 這麼上面也拿不到 為什麼我要做 不!你要做 呵呵 你真的要做 這裡有 玻璃櫃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大家不要覺得玻璃櫃很鬆 很像老人家做的東西 如果你不想要常常擦灰塵 這個就是你的好選擇 不會很鬆的 乾淨好輕 才是 動電 然後呢 我們這裡其實有 兩個很深的臥榻 我原本 裡面都是櫃子啊 這是很深的櫃子 這人可以只能躺進去欸 嗯 就我可以只能躺進去 這邊呢我們原本是想要收納 中天的被子或什麼的 但是後來都拿來收納他們的 超大玩具 像是 像這種 挖土雞 大家不要以為 你不會買 大玩具 我才不會買那種大玩具給我女兒呢 我以前也是想像 但是我買了挖土雞 欸那是送的 那不是買的 那是買奶粉送的 那是買奶粉送的 這邊是我們的 我們有兩個房間 我們原本有三個房間 後來我們把一間變成開放式 跟客廳撿在一起 然後 所以就變成兩個房間 然後這裡是小孩房 就是客屋 我們那時候是只有裝冷氣 然後地板 然後跟窗簾 嗯 對 因為小朋友他們長的出租很快啊 他們的需求變化也蠻快的 所以我 我就沒有對這邊有做什麼 系統櫃啊 或什麼的 我是買現成的櫃子 這個是我們 外面 靠近客廳的居室 然後 這個基本上就是 這是 這是建商服的 對 我們就只有多安裝這個而已 因為我們想要放那個 洗澡的衣服 然後 我覺得大家在 因為這是建商服的 這不是我選的 我覺得這種臉盆非常的糟 不是說這個牌子啊 這個牌子很好 這個牌子很好 它很好清 可是它 它 它的這個啊 狗狗嗎 很難洗 這裡很難洗 你抓到自己在那邊烤半天 這個地方讓我很頭痛欸 很髒嗎 我有洗啊 我就覺得這邊好髒 好討厭喔 可是 這一個 這一個 它本身很好 這個設計 好像超重 真的很好 台下的 不行 所以 我之後一定會選 台 台上 然後 沒有那麼多 我們凹縫 接縫的 然後浴室盡量 犀利康少一點 因為犀利康會發霉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這樣 好 好 好 因為我們家的隔壁房間 沒有任何的洗衣服 所以我們就把 所有的洗衣服 都在這裡 裡面 然後 一樣 多多頂 就是我們上面 會放那個 換季的遺物 或者是枕頭 或者是 什麼後背子之類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可以跟大家推薦的 就是你如果是跟我一樣 就是化妝品其實不多的人 我會建議 就是 站著化 因為我不喜歡小朋友玩我的化妝品 然後我設計師 我有跟他講說 我對化妝品的需求沒有很高 然後他那時候說 可是還是需要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 這樣子小小的一個區域給我 這樣子 然後就是給我抽屜 什麼的 可是因為我小朋友就是會一直 你知道 玩我的東西什麼 對 後來我就有點放棄這個區域 嗯 這個就被我用來堆 用的啦 然後上面也都放雜物啊 然後上面也都放一些雜物不想讓小朋友碰不到的雜物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小朋友 欸沒有小朋友 然後也不需要很大化妝 很很很繁瑣的化妝空間 這樣其實滿夠的 可是你後來都站著後 後來我就這樣站著啊 然後就畫 畫完 我真的滿建議大家 如果你房間沒有地方安裝全身鏡 然後 因為 因為房間如果有鏡子 有一些人會有一些避 風水上的避諱 你現在就是貼在這個裡面 嗯 然後它其實下面也有一片啊 就變全身這樣 對變全身 然後這邊就變成小朋友 然後小朋友自己照鏡子 妹妹化妝 妹妹就會跑來這邊說她也要化妝 就會站在我前面 大家可以選擇這樣子 也滿不錯的 而且滿省經費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為了求就是 就是怎麼講 就是 比較簡潔 因為我們房間櫃子很多嘛 所以我們的抽屜就坐在裡面 就是櫃 那個什麼 門板的裡面 雖然有點麻煩啦 就是你要開抽屜的話 你還要先拉開這個 這個 嗯 但是 全部關起來的時候 就比較整齊啊 你圈子比較整齊 沒錯 這個 大家跟我想意 其實每一個櫃都長差不多啦 然後現在就是抽屜 這樣 嗯 就這個把手 這個手壞 難拉 對啊你看 你看這個 這個要有一點用力 而且你的手比較大 嗯 你看看 我知道有時候會突然很難拉 很 很難真的 練陰爪工 真的 這個這個這個 真的很方便 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它這樣斜切的啊 還行 斜切的我覺得 還可以 因為 因為這個沒有那個油壓你知道嗎 這個沒有油壓 所以這個很好翻 嗯 就很OK 但是那個 有一點那個壓 有點阻力的 真的有阻力喔 對啊很阻力 可以耶 那不是叫油壓嗎 都可以耶 油壓或阻力 真的有阻力 這個真的很爆辣 但是這個側面的 因為它是只有 150 所以就 還OK 小朋友也可以自由的開關 我跟大家講 浴室哥 這個刷 這個其實不是 國庭 就好像皮亞特 對啊 它下面就被我刷壞的耶 喔 真的嗎 對啊 為什麼刷壞 霧霧的 它裝這不是水垢喔 這個其實已經很乾淨了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太認真刷了 你知道嗎 我把它刷壞了是不是 我把它刷壞了 嗯 但是它就是壞掉了 所以看起來霧霧的 對 再也不夠美 大家浴室不要太認真刷 這樣會比你 你可以不要刷一次就好了 所以我一定要刷 這邊要講什麼 這邊沒有什麼 沒做什麼啊 你看這這麼小玉球 你要做喔 這這麼小玉球 我們家四個人在那邊洗澡 一邊洗一邊旋轉用 臉膨 對啊 這超小的 我們有 小時候還很排四個人洗過耶 四個人旋轉使用臉膨頭 我要洗澡怎麼辦 跟大學宿舍一樣 那還有 我也想到一個 我想到一個 我想到一個 如果你住在水質很硬的區域啊 嗯 我覺得啦 你有經費 你就安裝那個 全是軟水 嗯 因為像新竹就是水很硬 然後就會有那個 白色水垢 超級 可是我們也沒裝 也是撐過來了 大家知道我多努力 維持成這樣嗎 超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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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難 所以如果有預算的話 記得要安裝全是軟水喔 就在水很硬的區域 真的要考慮 姐姐你看我們都全部輕鬆了 你以前還記得我們家一開始進來的樣子嗎 就是這樣 都沒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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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走囉 剩一個電視 跟一些植物 大酥 玩完了 대통령 反完了 全都空了 來...吐我一下 剛剛裝王的時候 媽媽 你要介紹公皇開箱了嗎 開箱嗎 歡迎來到我們的 蘋英 鎮 隔三年後再拍 下次回來就是國中囉 好久喔 來 妳比六 比六 快點 好 我只去找六 掰掰 向我的園掰掰 我們要去新學校囉 那我...我會緊張耶 那我會緊張 不要太緊張 一切都會很好的 來 我們要下去 一 二 三 耶 這邊角落吃飯 我們每個角落都要拍 我們等一下要走了 我們平常是... 誰坐誰 哪個位置 你坐這邊 姐姐你坐哪個位置 來 欸 你不在家 你沒有 我坐這 你坐這嘛 那我咧 媽媽坐哪裡 妹妹坐這 我坐這裡 妹妹跟我坐這 好 爸爸 爸爸 剛下班 妹妹坐 吃飯 我剛下班 吃飯 小朋友吃飯 姐姐來 看我一下 小朋友吃飯 然後咧 我們看電視 我們看電視 來 看電視 阿姨是躺在那裡嗎 阿姨是躺在那裡嗎 阿姨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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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躺著 你們坐哪裡 你們坐哪邊 你們是坐小椅子的 然後我坐這裡 假裝 快點假裝 快點假裝 你是坐哪邊 我要躺著 你是在這邊嗎 好 阿姨躺著 耶 你在煮飯嗎 媽媽的朋友 他演得很像 他演得很像 你演得很像耶 再一次 再一次 我煮飯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 我煮飯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 會怎樣 我煮飯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 會怎樣 打皮便便的時候 誰是小馬桶 誰是大馬桶 好 誰是小馬桶 好 好 假裝 好 假裝 好 換電子 你們會開什麼大便Party 點點 看他們的媽媽 會 好 好 睡覺的時候 誰都會在哪邊 不要 快點 我們快拍完了 趕快 趕快 我都會在這裡 你們躺在那邊 你躺在那邊 你躺在那邊 一躺角落 你躺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 趕快接著 你躺在那裡 你幫我拿一下 你幫我拿一下 好 爸爸剛進來 現在有在錄了嗎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去叫媽媽 去叫媽媽起床 跑過來 快點 你們晚上去找媽媽 你們會跟媽媽說什麼 然後我就會說走開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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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很像 好啦 我們去客廳拍一張 再在客廳 合照好了 張圓拍一張 好 演很像 三 三 三 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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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都不需要 走開 走開